近日电影《爱情公寓》就要上映了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爱情公寓》陪伴了我们许多个年头 剧中每一个主演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最要说的就是霸气的胡亦菲 当年可是收获了众多粉丝呢 但是近日有消息传出 娄亦霄放弃了演戏而准备做歌手了 这一消息传出网友都不淡定了 霸气的胡亦菲不继续拍戏 那以后不就看不到他精彩的表演了吗 而且现在转型做歌手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大家或许不知道 娄亦霄当初学的专业就是唱歌 娄亦霄从小就喜欢唱歌 然后妈妈就给他报了声乐班 让他学习美声 还有钢琴和舞蹈 所以娄亦霄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 刚进入娱乐圈是演员 与她的的期望不对口 但好在娄亦霄有天分 在《爱情公寓》之后 也拍了多部影视作品 可能是《爱情公寓》中胡亦菲的角色 给观众的印象太深刻了 导致后面不管她演什么角色 观众都觉得娄亦霄还是胡亦菲 当时娄亦霄的名气 在《爱情公寓》中 其他几位主演之中还是最大的 拍的戏也是最多的 几乎每个剧都是女主角 但是无奈还是无法摆脱胡亦菲的影子 所以这两年 娄亦霄的戏也渐渐少了 但这并不能打垮娄亦霄 后来就专注于创作 想来这也是娄亦霄 转型做歌手的重要原因 发在综艺节目《跨界歌王》中 娄亦霄还和于一合唱流行音乐 亮亮 因为唱得太好了 还一度被质疑娄亦霄是在假唱 细心的观众也能发现 在电视剧《爱情公寓》中 有一段适合陈鹤搭戏 娄亦霄出演喝醉酒的胡亦菲 当时唱了一首英文歌 也被观众认为是假唱 其实那也是娄亦霄本人唱的 由此可见娄亦霄唱功了得 娄亦霄还参加了生临其境的歌唱节目 他所演唱的每一首单曲 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娄亦霄 娄亦霄现在也彻底摆脱了胡亦菲这个角色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歌手 但也有网友表示不支持 说还是希望娄亦霄继续拍戏 别瞎折腾了去年 娄亦霄和唱片公司华那音乐正式签约 也就是在去年 娄亦霄也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野生情人 获得了粉丝的好评 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行了个人单曲数十首 在歌唱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娄亦霄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还在努力创作 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从演员转型 为歌手这样的列子娱乐圈也不少 也有不少艺人从歌手转为演员的 黄博就是个列子 在娱乐圈唱歌唱了十几年都没混出名堂 但花了十几天拍了部电影太久了 瞬间火变大江南北 现在也是娱乐圈著名的演员 当然歌姐还在唱 毕竟黄博也喜欢唱歌 所以说光努力是不行的 还要找准方向才行 娄亦霄应该是已经找准自己人生的方向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好的他吧